TVB当红小生一晚上输一个亿,转身放弃267亿,归隐佛门,再见,竟是在盗窃案现场,提到何宝生,许多人可能已经将他遗忘,毕竟,多年来他既没有演戏,也先有音讯,作为曾经TVB红极衣食的当红小生,何宝生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最令人难以忘怀地莫过于《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至今仍然让人回味无穷, 然而,在他演艺事业达到巅峰时,他却选择不再与TVB续约,演艺欲望也逐渐淡去,后来,凭着商业头脑,他也赚了不少钱,作为一个富家公子,他本身就身家不菲,从不为金钱所困扰,然而,转眼间到了2005年,何宝生却突然选择了剃度出家,归依佛门,直到2008年,大众才得知他对入空门的消息, 引起了惊讶和疑惑,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出身豪门且事业成功的人,为何选择了出家为僧? 1967年,何宝生出生在中国香港,是家中的独生子,他出生时,家境只是普通的中产阶级,而非富贵之家,父亲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做起五金生意,最终创办了宝生银行,成为亿万富翁, 因此,何宝生成为了一个富家公子,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他们家的富裕程度如何呢?当时他们家的豪宅曾登上杂志和报纸,是一栋三层独立别墅,拥有花园、泳池和游乐场,堪称奢华 何宝生一直过着富家子弟的奢侈生活,备受父母和家人的宠爱 15岁那年,何宝生被送到加拿大留学,学习室内设计,或许对他来说,留学只是为了增长见识,而非为了将来谋求好工作 直到1990年,何宝生留学归来后,在一次聚会中被星探发现,由此进入娱乐圈 尽管他并不缺钱,但对娱乐圈充满好奇,于是直接签约保一星唱片 同年,他还加入了TVB的一员训练班,并在一个节目中担任主持人,展现出了出色的主持才能 直到1992年,何宝生在公司的力捧下,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仲夏情怀》,开始正式出道 当时何宝生是个潜力股,所以签约了TVB后,被当成超级偶像打造 事业也开始一路快速飞奔,他不仅主持了很多娱乐和音乐节目,还开始参演影视剧 成了影视歌三期发展的全能型艺人,随后,何宝生的事业蒸蒸日上 相继参演了众多影视作品,成为了娱乐圈的宏极一时的小生 他在《白发魔女传》中扮演了卓一航,在《水饺皇后》中饰演了于子峰 在《莲政追击令》中扮演了罗家杰,在《笑傲江湖》中饰演了林平芝 在《寄宫》中饰演了李世元等等,可以说,何宝生初出茅庐时 得到了TVB的大力支持 杰所扮演的角色无疑不是主角级别,堪称是优质的偶像男神 尤其是他在《笑傲江湖》中扮演的林平芝 《一角》更是成为了荧幕上的经典形象 甚至被誉为最帅的林平芝 何宝生不仅演技出色,长相俊秀 而且还具备了贵公子气质 演艺事业可谓一帆风顺 然而,正值事业鼎盛之时 何宝生却一度迷失了自我 在奢华的生活中沉迷不已 成为了一个顽固子弟 那时,何宝生最喜欢的私下活动包括 飙车、喝酒、交女友 当然还有赌博 曾与他合作出演《笑傲江湖》的演员吕宋贤回忆到 那时的何宝生经常穿着光鲜亮丽的名牌 开不同款式的豪华跑车进出剧组 每天收工后的活动就是朋友一起飙车 喝酒、赌博、交女朋友 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赌博 而且每晚必赌 后来干脆将赌场搬到自己家里 每天早上不赌几场 绝对不出门 曾经一晚输掉了价值过亿的股份 因为喜欢赌博 所以很多圈内人都替他感到可惜 就连汪明泉都感慨地说 他演技好戏陆广 但唯独喜欢赌博 而且不懂得收敛 对众多质疑 何宝生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赌博癖 但对于输掉数亿的说法则觉得有些言过其实 由于家境富裕 何宝生参与赌博似乎并不是为了赢钱 即便输了也并不在乎 似乎只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 将赌博仅视为一种娱乐方式而已 直至1997年 在完成技工的拍摄后 TVB极力想要与何宝生续约 然而他却依然拒绝了这一邀约 此时的他 或许对于娱乐圈的名利 已经不再那么看重 所以 后来也就只能在影视剧中 饰演一些配角为主 要知道 当时能够被TVB重用 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可谓是前途无量 而出身豪门不缺钱的何宝生 却对此不屑一顾 底气十足的他 渴望活得自由自在 又随心所欲 此后的日子里 不再眷顾娱乐圈名利的何宝生 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或许是对奢华虚服生活的厌倦 渐渐成熟的他 不再沉沉于玩乐 而是选择了创业 2000年 他毅然决然地开办了美容院和电脑公司 不愿依赖父母 凭借着过人的商业头脑 何宝生的事业蒸蒸日上 甚至因为得到了良好的机遇 赚得了不少财富 2003年 在香港电脑节上 何宝生带领着1000多名公司员工 仅用一个小时就组装了1000多台散装电脑 还打破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从中可见 何宝生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富二代 同时也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想法 在商场上展露头脚的何宝生 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然而尽管事业有成 但在爱情方面却屡屡碰壁 他先后与梁永林 樊一鸣等人有过深刻的恋情 但最终却未能修成正果 梁永林是何宝生唯一公开承认的女友 然而她们的爱情终究已分手收场 据称分手原因是对方的出轨 这段感情也让何宝生备受痛苦和悲伤 随后何宝生又与曾获评为 最上镜小姐的樊一鸣相遇 并俘获了她的芳心 然而富商罗兆辉曾爆料称 樊一鸣曾与她秘密相恋 这段感情的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最终也已分手告终 此后何宝生虽然又经历了两段恋情 却依旧未能走到最后 她的爱情生活一直未能圆满 转眼到了2005年以后 何宝生便悄然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之中 不再涉足影视圈 也不再从事商业活动 她的踪迹不明 当时似乎也没有太多人过分在意 很多人本以为何宝生早已隐退娱乐圈 所以才选择不再抛头露面 可没想到她却剃度出家了 直到2008年 媒体才报道了何宝生出家为僧的消息 事情是这样的 2008年3月24日深夜 当时一个盗贼悄悄潜入寺庙 企图盗取挂在佛像上的一串金手链 深夜11点多 一位僧人听到异常动静 随即拿着扫帚前往查看 结果发现了盗贼 随即展开了搏斗 结果这位勇敢的僧人受伤 并迅速报了警 这一事件随即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而这位敢于直面盗贼的僧人 正是何宝生 至此之后 大家这才知晓何宝生出家的事情 并为此感到诧异和不解 不明白她为何会选择剃度出家 当时有人说她被情感所困 有人说是因为事业的挫折 甚至有人认为她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 但尽管各种猜测分支踏来 大家始终未能揭示何宝生出家的真实原因 也许何宝生选择出家隐居的决定 早在她幼年时已经悄然注定 她自幼胆小 对超自然现象感到恐惧 甚至需要与父亲同寝才能入眠 母亲是一位通晓风水与佛学的人 经常为她念诵《般若心经》 以此安抚她内心的恐惧与迷惑 回忆起童年经历 何宝生曾说 我从小就害怕鬼怪 十几岁时仍需要到父亲的房间 在她身旁入眠 让她的手搭在我的手上 后来回到香港 母亲知道我的恐惧 开始为我念诵《般若心经》 通过这些诵经 我懂得了不必害怕超自然现象 并且发现佛教中的智慧 与我的人生观相契合 因此 我开始阅读更多佛学及解说 并逐渐变得开朗起来 在母亲的悉心引导下 何宝生从小就对佛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情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何宝生经历了丰富多彩的社会阅历 心境也变得日益复杂 她对佛学的理解也因此愈发深刻 早在参与电视剧《笑傲江湖》的拍摄期间 何宝生便对佛学充满了向往与痴迷 当时饰演岳不群的演员王伟 《虔诚信佛》 在拍戏期间也经常给何宝生 吕颂贤讲一些佛法 所以何宝生在王伟的感染下 变得越来越痴迷佛学 她甚至带着吕颂贤一起去拜会了大师 并直接开悟了人生 吕颂贤回忆说 我和何宝生一起去拜会一个出家人 她和我们说了一些东西 那时候好像开通了一些人生道理 从此之后 何宝生便没有了任何俗世的杂念 开始一心想着出家这件事 这也难怪后来 TVB要和她续约时 她却直接选择了拒绝 因为何宝生已经下定决心 要出家为僧了 她曾无奈地说 除了钱 我一无所有 到了2005年 何宝生依然在香港大羽山的保林禅寺 剔度出家 法号 道生 那一年 何宝生38岁 从此之后 何宝生彻底蜕变 从一个富家公子和偶像明星 转变为了不受世俗纷扰的僧人 道生 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方式 三年过后 在2008年 因寺庙发生盗窃案 何宝生出家的事 才为大众所知 剔度出家后 何宝生与臣氏一切断绝 成为了一个真正虔诚修行的僧人 他放弃了金钱和名利 离开了价值数千万的私人别墅 住进了寺庙里 一间简陋的小房间 每晚就寝在一张坚硬的铁床上 他甚至放弃了继承家族 高达267亿元的财产 一心只想着出家修行 追求禅宗的领悟 进入僧院后 何宝生变得十分虔诚 每天凌晨三点 他起床开始念经 日夜不断 他的睡眠时间只有六个小时 下午与其他僧人一样 参与农耕和清洁工作 在完成了一天的劳作后 傍晚时分 何宝生又开始念佛诵经 直至晚上九点才休息 结束一天的僧侣生活 尽管这种生活清贫而苦涩 但何宝生却深感快乐与满足 后来他以僧侣的身份 开始四处云游 寻求更深的修行 如今何宝生已经对入空门十九年 他找到了心灵的安宁 与精神的依托 过上了他理想中的生活 人生选择千差万别 而何宝生选择的僧侣之路 让他真正找回了自我 放下了尘世间的欲望 他活得更加充实与快乐 这样的选择 又有何难以理解呢 好 好 好 哦 嗯 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